也要是陆平的論題 來到瑞芳區甘平里 明燈陸一段45項前有一塊空地 但因為地面品質不佳 常造成學童或是長者跌倒 今天院裡一級服務處和當地里長 區公所到現場查看 因土地所有權有待查明 將請全責單位整修 還給用路人平坦的空間 明燈陸一段45項 這一排名在前有一塊空地 據了解是屬於台鐵所有 只是地面長時間下來都凹凸不平 現在下著雨也都看得到有積水 品質真的叫人不敢恭維 它已經很久很久都沒有來用了 現在已經崎岖不平了 然後經過我們這裡居民的反應說 我在這邊這樣子使用 常常跌倒踢倒 小朋友又多老人家也多 我們有拜託議員跟那個公所 這邊來一起會看 當地長表示 很多民眾都會到這裡來休憩 但地面品質這麼糟糕也常發生 讓民眾跌倒的意外 因此他希望有關單位能重視入坪問題 及早改善 平常這塊地有很多 就是小朋友在那邊活動啊 幹嘛的 還有老人家都在那邊走走散步 都會有啊 那這塊空地早期是公所維護管理 那它的地幕應該是屬於鐵路局 但是這個部分還要再進一步求證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要求我們公所 先聯絡鐵路局 那議員這邊是希望說整個路面 能夠重新再以RC結構再鋪一次 第一也比較堅固 那第二讓民眾在上面活動也比較安全 院服處則表示 雖然得知是台鐵的土地 但還是先徵詢台鐵整修地面的意願 希望台鐵能提出民心 將地面重新加封 還給用路人安全的生活品質 介純薇 瑞芳 採訪報導